大家好 今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出去游玩 有没有觉得温度很高 中午的高温 在台北市的高温 就已经到达了31度的高温 中部地区的温度在30度 但到了南部地区 可就32度的高温 最热的地方在嘉义 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3度了 中午的温度虽高 但是到了傍晚以后 其实大家就会注意到 在这外岛的马祖跟金门地区 已经开始有起雾的状况了 而现在晚上的时候 台湾的中部以南地区 也都会有起雾 所以要提醒大家 你如果晚上深夜12点 到清晨5点钟 行驶高速公路的 免收费的时段通行的话 要特别注意安全 还有西滨公路 因为海面上暖湿的水汽进来 也会使得在西滨公路上 起雾的状况 在天亮之前比较明显 提醒您夜晚时刻 行车要特别的注意 明天还有这三天的假期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未来的一个礼拜的天气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 在明天的温度状况来说 跟今天一样是一个偏暖的天气 因为风向吹着南风上来 温度都偏高 阳光墙外出的时候 两件事情要注意 一个是防晒 一个是多补充水分 外出活动这两件事情 注意到就好 不过到了高山旅游 更要特别注意的是 山区的夜晚寒冷 你在山区的穿着方面 要注意保暖 风浪部分在礼拜六都很平静 但是到了礼拜六的深夜 到星期天的清晨开始 近海的风浪将要逐渐的增大了 北部地区主要在台北的东边 东北角 基隆 宜兰 有一点点短暂雨 中南部的旅游活动是没有影响 所以在西半部地区天气晴 东半部地区会飘点雨 因为在周日的时候 风面云带接近了 但北部的高温的部分 在礼拜六有30度 但是到了礼拜天 北部的高温剩下24度 因为最主要东北气风 开始吹进来 北部温度降了 但到了礼拜一 最后一天的假期 北部的温度可就在21 高温 但南部的高温 还有在31度 南来北往温差部分就偏大 可是北部夜晚的低温的状况 就会在16度了 干燥的冷空气进来 东北气风在周一增强了 我们在下个礼拜二开始的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有微弱的东北风影响 往北走天气凉 往南走中午暖 南来北往温差有点偏大 不过到了下周四到下周五的时候 我们随着东北气风的 再增强之下 北部地区的夜晚温度 预估在周四晚上 到周五清晨的时候 会降到14到15度的低温 所以礼拜四封面要过 东北气风再增强 但我们前这一个礼拜 等于算起来就有两波 一个就是在星期天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到了周四周五 所以封面云带礼拜天 就要接近北台湾了 回到这张卫星云图上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北方有云带在高纬度的通过 对于我们台湾来说 偏着南风的影响之下 温度形态来说都是偏高的 但是南风上来温度高 我们从这张空气品质的预报 观测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北部地区有一点普通 接近快不良了 但中部地区算是普通 南部地区也是普通的状况 最主要这些都是因为 我们风速太小 在境内的一些污染物 没有办法排放出去 所以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 污染的状况 但北台湾的状况比较明显 因为今天风向吹着西南风上来 但讲到风场 我们看到这张风场图上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偏着南风上来 温度状况都偏高 但在台湾海峡这里 吹的可都是西南风 但风速的部分都是偏小 近海的风浪 可都在一米以下的风浪 所以风浪的部分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偏小浪的 天气状况来说 在明天海边活动的天气 就还满不错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在早晚的时候 在东北部海域 从北部海域一直到西半部海域 都会有些起雾的状况 地面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高压的影响势力 其实已经到我们台湾上空了 支流封面 目前是在大陆的华南地区 这道封面 明天礼拜六还不会接近 但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 北方的高压开始要增强了 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开始要减弱了 所以时间点在礼拜天的时候 我们会先是 封面云带逐渐的接近北台湾 使得北部地区 就有些局部的降雨机会出现 到了礼拜天的下午以后 开始东北季风一吹进来 温度的状况来说 就会开始略微下降 所以感受上来说 礼拜天温度要降了 但这股的降幅来说 其实还并不算明显 到礼拜一的时候 是干燥的冷空气开始吹进来 所以周一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说 南来北往最后一天假期 往北走的天气 就会略微的比较偏凉一些了 天气形态来说 以目前来看 明天中午的高温状况 在北部地区仍然有31度 东半部地区的话有30度 南部地区甚至有到32度的机会 温度形态来说 是偏高的行星之下 我们再来看看动态的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目前的话 整个天气形态来说 最主要在明天仍然是 太平洋高压的笼罩之下 后天开始高压势力一退缩之后 北方的高压系统开始逐渐的下来 东北季风以目前来看的话 从礼拜天开始增强 礼拜一略强一点 但周二的时候高压系统冬移了 但周二周三 还是有微弱东北东风进来 可是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另外一个高压下来的冷空气强度 就会比较偏强一些 来看看各地的温度预报了 我们先来注意到 明天出游去 天气好 北部地区的高温可以到达 27 28度 但早晚凉 骑车要加进博的外套 中部地区天气齐老 但日夜温差非常地明显 早出晚归的朋友要特别地注意 尤其在云嘉南平原空旷地区 带你到高山旅游的话 穿着就要注意保暖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10度以下 南部地区的中午暖 温度状况可是在屏东的话 可以到达33度 而到了东半部地区 早晚云量略多 白天阳光露脸紫外线强 外岛地区的温度在夜晚是偏凉的 尤其马祖的话晚上正金门 现在都已经起雾了 来看看未来一个礼拜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 整个天气形态来说 最主要就在于说 晴朗稳定的天气会是到周三 周四北部东部会有点雨 外岛地区夜晚的话要注意有雾 所以小丁宁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白天要防晒 中午热多喝水